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六卷 百家争鸣 第一章 这世界有救吗? 天子见 庄子一身剑刻庄树 大步流星走到了王的面前 赵王按剑以待 王问 先生求剑 打算用什么来教导寡人? 庄子说 剑 王问 先生之剑如何? 庄子说 臣之剑 十步一人 千里不流行 王说 天下无敌啊 庄子说 不妨一试 王问 不知先生用长剑用短剑? 庄子说 长短不论 但臣剑有三 不知王要哪种? 王说 请问哪三剑? 庄子说 天子剑 诸侯剑 庶人剑 王问 天子之剑如何? 庄子说 燕国为风 齐国为刃 卫国为己 宋国为还 韩国为炳 渤海为翘 渤海为翘 以五行至还宇 以造化欲群生 故畜类旁通 上下无碍 此剑一出 诸侯正 天下定 此乃天子之剑 赵王茫然 又问 诸侯之剑如何? 庄子说 智勇为风 清廉为刃 贤良为己 终胜为还 豪杰为炳 上法苍天已顺三光 下法大地已顺四时 中和民意已安四方 此剑一出 如雷霆之怒 四海之内无不为命侍从 此乃诸侯之剑 赵王再问 庄人之剑如何? 庄子说 蓬头垢面 怒发冲冠 称目结舌 义愤填英 上取向上人头 下取腹中心肝 名为用剑 实为斗鸡 此种庄人之剑 大王手下比比皆是吧 赵王听完 拉着庄子的手请他上殿 自己却绕着餐桌团团转 半天静不下心来 庄子说 大王安坐定气 见事臣已奏完 这当然不是史实 甚至不是庄子本人所讲 而是庄子学派后人编撰的预言 是预言就有寓意 而寓意是可以各自表述的 也就是说 庄子书中这篇说剑 无妨看作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象征 什么是先秦诸子 先秦诸子就是从春秋晚期到秦汉之前这三百年间 我们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 由于他们后来被分为 如 墨 道 法 明 杂 农 阴阳 纵横 小说石家 因此又叫九流石家 也叫诸子百家 诸家当中影响最大的是 如 墨 道 法 最有名的代表人物 则是孔子 墨子 老子 孟子 庄子 荀子和韩非 他们的名字在全球华人地区家喻户晓 事实上 他们的时代固然遥远 他们的影响更为深远 深远到至今仍能处处看到其烙印 这么多伟大的思想家集中出现 是一个奇迹 而且这奇迹是全球性的 实际上在同一时期和同一纬度 南亚有释迦牟尼 西亚有犹太先知 南欧有古希腊哲学家 难怪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 要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了 是的 轴心时代也叫枢纽阶段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 是犹太 印度 希腊和华夏民族的精神领袖 也是世界各民族的精神导师 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 不但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而且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因此他们遥远却不陌生 但同时他们亲切却不清晰 有多少人能一五一十 如数家真的说出其思想观点和方法呢 恐怕不多 这当然不行 必须梳理 大体上说 四百年的轴心时代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孔子与犹太先知释迦牟尼 毕达格拉斯同时 四大文明礼炮齐名 第二阶段 莫子与苏格拉底同时 老子一书的作者与柏拉图同时 孟子和庄子与亚里士多德同时 中国与希腊并肩前进 第三阶段 希腊人也退出历史舞台 只剩下我们的荀子和韩非 这又是一大奇观 奇观的出现因于孔子 是啊 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没有对手 古希腊哲学家则失地相承 唯独孔子既有继承者又有挑战者 挑战者之间当然也有分歧 但反孔则是一致的 莫子 庄子和韩非三剑客 更是渐渐指指孔秋 百家争名由此而起 并延绵不绝 那么孔子究竟怎么了 他也有天子之间吗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这一段时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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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